我相信詐騙集團對於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危害 不僅讓人深惡痛絕 更導致了無數的被害家庭 家庭破碎、家破人亡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台灣民眾黨黨團在新的國會 對於如何強化對於詐欺犯罪的掃蕩 那不管我們是透過公聽會的舉辦 還是實地的到刑事警察局、調查局 第一線了解犯案人員的需求 乃至於在最近有關於推動科技偵查 強化洗錢防治 以及加重對詐欺犯罪的處罰 台灣民眾黨黨團一直不遺餘力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當我們看到 竟然有律師拉幫結判 成為整個詐騙集團 共同參與這個犯罪組織 藉由詐騙集團的首腦 透過高額的報酬 讓由律師所組成的軍師集團 能夠協助詐騙集團 控制車手 取得偵查當中的秘密 讓整個詐騙集團的運作 更企業化、更有效率化 針對這樣的狀況 令人深惡痛絕 無法忍受 但更離譜的事情是 從這一個律師大規模集體的犯案當中 我們甚至看到了有法官以及檢察官 非常非常的消極 特案的檢察官認為完全無法接受 必須要召開記者會 提出非常深切的呼籲 在大家所看到的這張圖上面 兩者之間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這位聯博委 我們未來有機會的時候 我會再度的質詢法務部 他並不是今天 今天記者會的重點 因為到目前為止 聯博委還在查氣偵辦當中 那為什麼還在查氣偵辦當中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背景 聯博委事實上 在這個犯罪被偵辦以前 他已經有了11個加重詐欺罪 11個加重詐欺罪 依照現行刑法339條之四的規定 加重詐欺罪的法定刑是 1年以上 10年以下 1年以上 7年以下 猶如期徒刑 他這11個加重詐欺罪 最後因為訴罪併法 合併定執行刑 也就是真的要進官的刑度 是5年3個月 定執行刑的時間 是2020年8月17號 也就是在2020年8月17號以前 他都還沒有入監復刑 到2020年8月17號 他才被定執行刑 5年3個月 結果大家知道 法務部什麼時候讓他假釋出獄嗎 2022年10月就放他假釋出獄 2022年10月就放他假釋出獄 等於牢還沒有做一半 人就放了 這個是我之前 速度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質詢 藍道的案件 也就是台版柬埔寨 如何從小弟變成熟腦的翻版 這位聯伯偉 他之前犯了11個加重詐欺罪 進入我國刑事司法體系以後 大概坐牢 坐了一年多 將近兩年 服的刑不到一半 就假釋出獄 假釋出獄以後怎麼樣 繼續幹 刑罰這麼低 獲利這麼高 當然繼續幹 那這件事情 我會持續的追究下去 當初這個假釋是怎麼過的 為什麼11個加重詐欺罪 執行刑定了5年3個月 結果勞做不到一半 人就出來 出來了以後 繼續變本加厲 繼續在外面 詐騙 而在這一次 從過去的犯罪行為當中 學到非常多寶貴的經驗 他現在已經是犯罪集團的收腦 人在哪裡 都有他們派出去的律師 嚴密的控管 有沒有人抖出其他的人 都有律師 在那邊嚴加的看管 而這一位 接受正姓主權派案的律師 加入這一個犯罪組織的律師 在每一次偵訊完了以後 必須要把偵訊的內容回報 給這一位正姓的律師 那由這個正姓的律師 再跟這個詐欺集團的首腦 聯伯尾兩者之間 再進行資訊的交流 讓這個詐騙集團 可以非常有效率的 控制他們的車手 進行風險的控管 那以及接下來 在詐騙案繼續進行的時候 知道有哪些車手 可以再判 有哪些車手不能夠再判 如果只是上面的這個結構 已經讓人夠痛心了 結果沒有想到 不僅僅是詐騙集團 跟律師通靈集團 兩者之間的合作 更讓人痛心的事情是 裡面加入了這一個 通靈律師集團的一位律師 他的女朋友 是我們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 而我們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 對於他的律師男友 不僅僅是鼓勵他加入 這樣子的一個 詐騙集團 甚至對於他的男朋友 所在辯護的案子 這一位檢察官 竟然自己還當力挺的 公訴檢察官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非常驚訝的發現 這個檢察官不僅僅知道 這一個律師集團的存在 知道這個律師集團 專門是在幫詐騎集團 控制車手的律師集團 竟然還鼓勵他的男朋友 去參與這個犯罪組織 然後自己在呈審 屬於這個詐騎集團 車手的案件 讓人完全不敢自信 我們的檢察官 涉入整個詐騎犯罪 整個詐騎集團 竟然會這麼的深 而他所呈審的案件 就是在今天 我在PPT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左下角這一位 詐騎集團的車手 徐伯婷 這個徐伯婷 就是這一位 檢察官的男友 也是屬於鄭姓祖賢 他們的通靈律師集團 當中的議員 朱一平律師 在偵查當中 擔任他的辯護人 結果等到 偵查程序終結起訴了以後 由他的女朋友 這位無姓檢察官 繼續立體 在法庭上面 代表國家追訴 這一個車手 刑事上的責任 而這個結構 我必須要講 桃園地檢署 不可能不知道 我今天召開這場記者會 就是要公開的請教 桃園地檢署 這個犯罪結構 桃園地檢署 不知道嗎 如果知道的話 為什麼 在桃園地檢署 對外 所發布的新聞稿當中 知智未提 不是避重就輕 是知智未提 一個字 都沒有提 既沒有啟動刑事調查 也沒有進行行政調查 用非常簡單 粗淺的理由 想要交給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 甩鍋 卸責 而且更可惡的事情是 他要讓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 根本沒有充足的事實 能夠來進行 到底要不要懲戒的 評鑑基礎事實 我來強調一次 桃園地檢署 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包庇護航到 沒有啟動刑事調查 也沒有進行行政調查 簡單的 用非常表面的理由 就甩鍋給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 讓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 沒有充足的事實 去決定 要不要一副懲戒 這不是包庇護航 什麼 是包庇護航 這一個結構圖 我跟大家說明完了以後 接下來我說話有評有趣 我就一頁一頁帶大家看 支撐剛剛那個結構圖 每一頁都是我們公文書上面所說的 那位檢察官的男友 在加入了這一個律師集團 協助詐欺集團的案件過程 他目前已經依照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因為他加入了犯罪組織 共同協助這一個 詐騙集團 進行詐騙行為 而且他把偵查當中 控制車手 所得到的 偵訊秘密 全部 往上報 讓詐騙集團的主權 可以掌握 他已經依照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以及刑法的 泄密罪起訴了 請大家注意看的是 他說 譬如副標無所示 為泄密罪起訴範圍所及的案件當中 受到這一個律師 軍師的收納 指派當辯護人 利用陪同 製作筆錄的機會 以及深壓時月券的機會 把這個偵查的內容 告訴這位律師集團的主權 再由律師集團的主權 轉支聯博位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 已經有11個加重詐欺的前科 結果我們的法務部 莫名其妙 勞作不到一半 就把它給放了 放出來了以後 變本加厲 詐騙更多人的聯博尾 所屬集團的上游 第二個 朱毅品 為參與犯罪組織 起訴犯罪所及的案件當中 受他的指示 擔任辯護人 然後把偵查當中的資訊轉支 以此方式協助 這位正姓主權 維持 跟這個詐騙主權 聯博尾集團的存續 他的罪名 在起訴書裡面 講得非常清楚 那他男朋友 所涉及的這些罪名 跟這個檢察官 又有什麼關係 來 我們就直接看 這個朱毅品 依照 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刑法 泄密罪等等 起訴了以後 這位檢察官 是鼓勵 他的男朋友 加入這個犯罪組織 這個在檢察官 偵辦這個案件的過程當中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 這位無姓的檢察官 對於他自己的男朋友 表示 我只是覺得 這是個打進去他們這個 詐騙圈子的好機會 請大家注意一下 講這句話的時間點是 2022年 2022年 也就是這個檢察官早就知道 這整個律師團 基本上是在跟詐騙集團 進行勾結合作的行為 一直到2023年5月的時候 這個檢察官 持續提醒他的男朋友 這一位 幽靈通靈律師集團的首腦 還在群組內派案 從2022年 鼓勵他參加 知道這個律師集團 跟這個詐騙集團的關係 一直到2023年 我們繼續看 這位檢察官 建議他的男朋友 可以跟這一個 通靈律師集團的首腦 談合作的模式 他的男朋友 這一位律師 犯罪組織的成員 也跟這位檢察官 抱怨過 說這個首腦 鄭鴻薇 曾經有告訴過他們 說他們合作的車手頭 對於朱憶品 也就是這個檢察官的男朋友 多有抱怨 這些時間點 實在是2023年5月 2023年12月 也就是從2022年 到2023年 這位檢察官 清楚的知道 他的男朋友 所加入的這個律師集團 跟詐騎集團的關係 不僅知道這個關係 還鼓勵這位律師 參加 跟這個祖賢 發展出一套 合作的模式 而這個祖賢 也跟這個檢察官 抱怨過 說這些車手頭對我 在辦這些案件 多有抱怨 結果其中一位 在這個詐騙集團 當作車手的徐伯廷 辯護人 正是朱憶品 就是這個檢察官的男友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是2023年10月31號 也就是這個檢察官 鼓勵他的男朋友 加入那個集團 跟集團的首腦 維持合作的關係 知道整件事情 已經長達一年多了以後 他幫便的車手辯護 結果他男朋友 在偵查當中 協助這個詐騙集團的車手 徐伯廷到公訴的時候 是誰到庭執行職務 吳雅智 這個是在2024年3月21號 對於這個徐伯廷 刑事第一審判決出來的日期 我們把剛剛的那些經過 全部整理成這個完整的時間軸 從2022年鼓勵他參加 2023年說跟他維持合作的關係 2023年9月的時候 這個詐騙集團的車手 就是分案給這個檢察官的男友 而這個檢察官的男友 幫這個車手辯護 而且把偵訊的內容 告訴了這一個通靈律師集團的收納 這個時候車手遭到桃園地檢 以加重詐欺罪起訴 而且要求說他是累犯 必須要加重 在這個案子移到公訴的時候 這位律師繼續跟這個檢察官女友抱怨 說這個幽靈律師集團的首腦 鄭鴻輝告訴他 他合作的車手頭 對於他辦的案件 多有抱怨 到2024年3月21號 許伯廷的刑事案件 一審判決 這個紅色的Mark的時間 就是這位桃園地檢署的檢察官 公訴立庭的時間 直接在那個詐騙集團的車手當中 代表國家追訴犯罪 到第一審的審判程序當中 代表國家追訴犯罪 立庭的公訴檢察官 這樣一個清楚的時間軸 再加上這一位由男朋友辯護 由女朋友代表國家訴追的 這樣的一個詐騙集團的車手 是屬於整個聯伯偉詐欺集團 也就是這位正姓主賢律師 跟他發展出合作關係 而且招法院招檢察官已經認定 是屬於犯罪組織的成員 起訴犯罪的 在檢察官的起訴書當中 早就清楚的把它標定出來 也就是這一位車手跟整個 聯伯偉犯罪集團的關係 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的檢察署不可能不知道 不可能不知道 因為這個是記載在檢察官起訴的公文書當中 更離譜的事情是 他自己公訴立庭的案件 當初這位車手在檢察官起訴的時候 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說 他是累犯請你加重其刑 他又故意在犯罪 結果由這一位女友檢察官立庭 在第一審判程序當中 法官說 本件檢察官與本院審理時 沒有就被告有沒有構成累犯 以及加重其刑的事由 具體指出證據方法 什麼意思 也就是這位檢察官 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在公訴立庭的時候 對於偵查的檢察官 因為累犯要加重其刑 論都不論 導致最後法院 沒有依照累犯加重其刑 連考慮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立庭的檢察官 一句話 通通都沒有講 到目前為止 我跟大家報告的內容 全部都是已經偵查終結 不涉及任何偵查當中的秘密 因為全部都偵查終結 所以我才說 我們的法務部 不可能不知道 我們的桃園地檢署 也不可能不知道 結果 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桃園地檢署 在6月11號 他發的新聞稿 是怎麼講的 6月11號 他發的新聞稿 說的是 這個檢察官跟他男朋友 通話內容有不當 他基於是男女朋友的私人訊息 不是檢察官執行職務 也不是以檢察官身份 對外的行為 我要請教桃園地檢署 這位檢察官 在他男朋友幫詐騙集團 所控制的車手 承辦這個案件 請問這不是檢察官的行為 什麼是檢察官的行為 第二個 這個檢察官不是不知道 他的男朋友在做什麼 甚至鼓勵他的男朋友 打入那個犯罪集團 跟這個犯罪集團的首腦 發展合作關係 結果我們的桃園地檢署 一個字都沒有提 有一些媒體報導說 他多次利用 檢方內部的書類查詢 將查詢的內容 張貼給他男朋友 內容多是朱一品 曾經培徵或委任的律師 桃園地檢署 這位檢察官 在辦這個車手的案件的時候 不知道那個車手 在偵查當中的辯護人 是他的男朋友嗎 怎麼可能不知道 平常就會熱心的 用檢察官內部的書類查詢系統 去查他男朋友 陪真過哪些案子 辦過哪些案子 怎麼可能不知道 整個卷宗以來 都是詐騙集團的車手 偵查當中的辯護人 就是他男朋友 就是他鼓勵他男朋友 加入的那個犯罪組織 就是他鼓勵他男朋友 建立合作關係的那個詐騙集團 結果還是繼續 承辦這個案子 然後在承辦案件的過程當中 無視起訴檢察官的要求 在審判程序當中放水 桃園地檢署 結果發給我們社會的新聞稿是什麼 發給我們社會的新聞稿是 是基於男女朋友私人訊息 不是檢察官執行職務 請問這個不是檢察官執行職務 什麼是檢察官執行職務 我想要請教桃園地檢署的檢查長 請教桃園地檢署的檢查長 我今天公開的這一些資訊 有哪一些是你桃園地檢署掌握不到 是你桃園地檢署不知道 公然護航放水到這種程度 最後這個是6月11號桃園地檢署的新聞稿 我6月12號 我們法務部還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好我質詢了 他們會請高檢署下去了解 我公開跟我們的法務部部長喊話 這個刑事調查 當然是地檢署高檢署檢察官的職權範圍 但行政調查 法務部不要想置身事外 當初我們的法務部 前一任的法務部 縱放檢察官 已經有非常明確的例子 我在講的就是當初 把88會館一樣是 詐欺洗錢犯的首腦 縱放出國 讓他跑掉 隔了將近一年 才抓回來 郭哲敏小民 當初 當初 我們的法務部 也是包庇放水 也是送到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結果讓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做出什麼決議 不用懲戒的決議 最後整件事情最荒謬的是 反而是不受社會信任的監察院 被那個檢察官提出坦和 前階段 最該負責任的法務部 完全軟趴趴 配合放水 結果讓那個檢察官在檢察官的檢評會 不用一副懲戒 現在一模一樣的操作手法又要來了嗎 明明知道 還鼓勵那個律師去參加犯罪組織 然後那個律師幫忙辯護的車手 他自己還可以承辦 我那天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針對這個案子的前半部分質詢的時候 法務部部長沒有來 是次長幫忙帶打的 我今天就公開請教法務部 新的法務部要不要有新的氣象 還是要消歸潮水 之前的法務部部長怎麼軟趴趴 怎麼包庇護航 現在新任的法務部長就繼續如何軟趴趴 繼續包庇護航 如果是這種態度的話 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新政府所展現出來打炸的決心 跟行動嗎 對自家人包庇護航成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的新政府所展現出來的打炸決心 跟行動嗎 希望法務部部長 你該怎麼做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不要追究桃園地檢署 輕重的責任 重放的責任 我希望法務部部長公開回應 好 謝謝 不好意思今天好像沒主持人 我要自我主持一下 針對今天記者會的內容 在場有沒有媒體朋友有問題的 這故事情節會太複雜嗎 因為你們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主動關心一下 這故事情節會太複雜嗎 應該不會吧 可以齁 這個PPT 大家有需要 我們那個會後 我會請媒體聯絡人貼在媒體框 給大家 如果覺得這個犯罪情節太複雜了 想說怎麼這麼複雜 又有個詐欺集團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律師集團 竟然也被認定成是犯罪組織 下面養了這麼多律師判案控制車手 然後還有檢察官參與 我其實今天這個故事有省略一點 因為還有另外一趴 是法官幫忙藏匿現金 然後帶著現金到台北 發給那個律師的 那一趴我今天先省略掉 因為那個法官 現在已經在接受刑事調查 然後也被停職了 我為了怕故事太複雜 所以就先把一半的事情先省略掉